同样是葬红花 为啥有的酒盖酒包哟 三天倒假 有的七万一千克也难求 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个价格比黄金还贵的香料呢 是不是智商税 上半年呢 山东早中让一个小女孩调皮 不小心把老爸的整瓶葬红花 倒在鱼缸 平时论根喝的水 鱼直接享受一年的量 父亲瞅见了 恨不得抱着鱼缸痛饮呢 要知道葬红花是按客卖的 有网友调侃 今天这个小棉袄有点漏风啊 言归正传啊 有多少人以为葬红花原产西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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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个大本营啊 隔千里之外的摩洛哥 西班牙 意大利 伊朗 和西藏的关系不大 原产于伊朗地中海沿岸 明朝时期啊 途经传入西藏 因此特命 上世纪八年代才开始的 这个浙江 上海 江苏种植 说白了 你以为买的是西藏的葬红花 其实是上海的土特产 常见的红尺呢 也不是葬红花的花瓣 而是一朵花的红色柱头 看起来很像西芡 作为呢 即食材 香料 药用为一体的植物 葬红花很荣幸的和鹅干松露鱼子酱 成为了美食界的三王义后 而这三则呢 用来词不同 葬红花更多的是用来呢 当香料 辅佐食材 起个增味添香的作用 细如发色的形状 区区几十根就能干个几百块 碰着上层品 几万人民币 也是不易得 说他堪比黄金 倒不如叫红金更为铁切 问题是 这几朵花 凭什么就卖出添加 如果你见识了葬红花的生产过程 可能会有更直观的了解 从种植到采摘 全程无机械 全是银工的 伊朗东部的葬红花 种植基地 拥有着全世界 百分之九十的产量 这里的品质 与目共睹 种植用的土壤 是特有的红土 采摘时间固定的清晨 为了保证新鲜 花香剂开放是一个月 是花浓最繁忙的采摘剂 每采摘一朵花 能用的部位 只有0.006克 无机器能够胜任细致的采摘工作 晾晒过后就是分级销售 风味绝佳的上等品 是包含红色柱头 越靠近柱头的部分价格越贵 最多的就是两斤葬红花 能有45万个柱头 一朵花也才出三个柱头 15万根才出1000克精品 以藏词的小葵香为例 六亩地约600千克 1200斤 轮到肉豆蔻 350千克700斤 最后是葬红花 1.8千克 连四斤都不到 为了和时间赛跑 多人乘一排进行对葬红花扫荡 人工成本 占地面积 稀少的产量 导致葬红花身价倍增 即使成为香料中的黄金 然后全球对其的需求 也是只增不减 位于上海的崇明岛 种植葬红花已经有30年历史了 是小作坊 室内种植省区弯腰的功夫 花浓趁着鲜 菜丝 然后早起拿到收购站去卖 因为采用的是摇号收购 隔夜就会掉价 烘干后的价格也是25-31克不等 一番加工就成为了代价而售的商品 钱也是翻好几番 5克300都是长事儿 吊诡的是一些人宁愿说出高价买伊朗的 都不要买国内的 国内有条件的人用来泡茶 抗氧化通宁止痛 一些次品偶尔也会用来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泡澡散于安神 中医更多用来用入药 然后解育安神 轮到国外更多的用来香料 常见的Spanish炒饭 就是用葬红花上色 东东和北非几乎是烹制一切谷 都得加上葬红花 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下 市场关于葬红花的质量也是真假混卖 碰到有良知的用红花冒充 更有甚者直接就给你掩散了 切丝 当葬红花被分解时 它会产生一种金色的染料 所以真的葬红花泡出来 水是金色的 所谓金汤 上边红丝飘 中医眼中那是良药 都是花中柱头调 为啥的国外 价更高啊